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黑暗天际》 莱斯是一名干练的地产中介 他和自己的废财丈夫丹尼尔有两个儿子 丹尼尔处于失业期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心里充满焦虑和不安 一天晚上,莱斯发现家里到处都是犯乱的痕迹 冰箱里的食物散落的满地都是 但这一切却不是两个儿子所为 由于并没有丢什么贵重物品 他们也没有多去在意 只是在第二天晚上,将所有的门窗全都检查了一遍 然而在深夜,屋子里出现了更加诡异的一幕 所有的碗碟都潜伏在空中 小儿子说,这都是睡魔干的 第二天他们找来警察调查 却并不能得出什么有效结论 他们只能花钱购置了更安全的警报器 当天晚上警报就响了 系统显示他们家的八个入口被同事入侵 然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一面原本摆满了照片的墙 现在全都变成了空相框 所有的照片都不知所踪 警察仍然认为是孩子的恶作剧 但孩子们都说不是自己干的 第二天丹尼尔带小儿子去玩的时候 小儿子突然就裤子了 眼神空洞,惊声尖叫 莱斯在他的房间看到了一张画 一个巨大无比的人牵着他的手 站在他家门外 莱斯正觉得疑惑 一只鸟砸向了他们家的窗户 莱斯准备打开窗户清理 突然数不清的鸟 向他们家冲过来自杀 防疫部门的人过来清理了现场 准备混续检测 是不是鸟群感染了某种病毒 莱斯和丹尼尔就询问小儿子 今天在公园发生的事情 但是小儿子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自己在和小朋友们玩 然后就感觉自己不是自己了 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公园受到惊吓的事情 莱斯非常的绝望 当天晚上他似乎感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召唤 前去小儿子房间查看 竟然看到了一个人影 一开灯发现小儿子不见了 一家人焦急的在门外发现了 对此毫不知情的小儿子 奇怪的是 小儿子离开房子 没有出发警报 莱斯和丹尼尔说 自己看到了有人站在小儿子的床上 但是他一开灯 他们就消失了 丹尼尔认为这一切都是莱斯的幻觉 以防万一他还是在家里 安上了监视器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发现监视器受到了莫名的干扰 莱斯也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中邪 不能说话 无法操控自己的身体 走到窗户边用头撞玻璃 被送回家的莱斯 醒来后接到了防疫部门的电话 说调查结果是 他们家里可能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鸟群飞过去 莱斯立马上网搜寻相关资料 发现诡异现象和网上的外星人事件很相似 大半夜的时候 丹尼尔神志不清地站在院子里流鼻血 莱斯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多年前有个小男孩 在消失之前和小儿子画了一模一样的画 网上也有很多和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 但丹尼尔还是不相信 直到小儿子身上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伤痕 大儿子也在玩耍的过程中突然发病 身上多了很多奇怪的图形 像是烙上去的 丹尼尔终于在录像中看清了外星人的鬼影 他决定和莱斯一起去拜访研究外星人的专家 专家说这种外星人被称为灰人 他们会在人类耳后 置入某种东西 以便控制人类 让他们记不清自己做过什么 看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莱斯在这里发现了很多踢在墙上的照片 都是一些被灰人掳走的孩子 最早出现奇怪症状的是小儿子 灰人总是对最早出现症状的人最感兴趣 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团结一切力量和灰人对抗 让灰人觉得带走小儿子很困难 他们也许就会转头去找下一家人 丹尼尔立马购置了一些枪械 给房屋全都盯上木板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当天晚上 灰人就来了 门外出现了刺眼的亮光 大门的螺丝一个个被转开 一家人躲在一起 外星人现身了 大儿子出现了幻觉 走向小儿子 但其实他正在走向外星人 一阵亮光结束后 大儿子消失了 他的照片被专家贴在了墙壁上 三个月后 莱斯和丹尼尔带着小儿子搬了家 在整理大儿子遗物的时候 震惊地发现 他也画过外星人入侵的画作 小儿子的对讲机也传来了大儿子的声音 从片尾大儿子画的画里 似乎能够看出 灰人在莱斯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潜伏在他们身边了 他的两个儿子 似乎都是灰人留在地球上的实验品 这其实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恐怖片 不过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大家可以看过电影之后 留下自己的观点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现在我们可以看 tours